Hello,大家好,我是养元小二 今天我清理出来一个鱼缸 准备打算弄一个短熔枣 真的是短熔枣是我多年的梦想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的时候我弄过一次 但是好像弄了很久 都失败了 今年我打算重新再试一下 我先把整理出来的缸 给它刮干净 清洗干净 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开缸 行了,现在我们这个鱼缸是清理出来了 然后我们想要快速爆发短熔枣 我们最好给它添加一点枣种 是吧 然后我这个缸里面有一个小茅屋 大家还记得吧 然后这上面长的枣就很茂盛了 我们在这里给它薅一点枣种下去 用牙刷 牙刷给它刷一点这个枣下去 哇 不是长得这么结实吗 刷我刷我刷我刷刷刷刷 可以了 加完枣种就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让这些枣种在底下慢慢的扩散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一个灯也不够 所以说我打算再给它加一个灯吧 两个灯一起 必须得强光才能出枣 行了 现在一共是加了两个灯 这个亮度应该就够了 我们先让这个灯开煮两天两夜 看一下这个枣类爆发的情况 希望过两天之后能在钢壁上 都看到有这个枣的迹象 好吧 然后还有这个过滤问题 我现在没加过滤 因为我怕加了过滤之后 这些枣种都被吸走了 所以说我想让它先爆两天枣 后期再加过滤 这个不着急的 我们没养鱼的话 这个过滤 其他不加都无所谓 过两天我们再把过滤也给装上吧 好吧 现在这个枣就先降了 我们过两天再看一下什么情况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养鱼小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